最初投入一段感情的時候 你會不會是很難抽離的 我很難抽離的 而且一喜歡那個人 我就覺得那個人什麼都好 你拍過多少次 一次 不是 我只能說多於一次 我想我就好像在原崖花的編曲 因為編曲裡面有兩支笛 一支是中國笛 一支是西洋笛 那書文就問過我 你覺得你是哪支笛 因為這兩支笛是形容著兩個人的關係 那我就回答不了它 但是現在我就可以回答 我覺得我應該是中國笛 傳統 是的 一來傳統 二來 是 中國笛在結構上面是有些不完美的 所以書文說它調整的時候 都要花點心思 那我就覺得 我是中國笛的原因就是因為這樣 我覺得 我經常都覺得自己不完美 但是在我的眼中 對方就好像西洋笛一樣 是可以完美的 就算它有什麼缺點 我都可以說到它變成優點 又或者可以包容 但是譬如我們看過一些報道 其實你這段感情都受過很多傷害 為什麼你還要堅持下去 我不是 你不灑脫的 所以我最後成長之後就學會沙團 其實放開也是一種 由你放開到未放開中間 你想了多久 我呀 我也不知道我想了多久 即是這段關係出現了問題幾多年 我想知道 很長時間 我想你是入行之前已經出現這些問題 其實很長時間的過一段關係 因為是斷斷續續的 就是我們不是一直這樣下去的 中間都有 譬如我有拍拖 她也有拍過拖 然後再一起回 所以是斷斷續續的 而在裡面我們互相 我跟她的感情觀都相似的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原因 為什麼我們兩個可以一起繼續去糾纏下去 因為我們兩個都不想放棄 我們兩個都覺得這段緣分很難得 但是其實有時候 如果太過執著 其實是會成為了一種傷害 這個也是我寫給林若寧其中一段文字 在懸崖花的文案裡面 那到你真正那段懸崖花 那段文案是多久之前寫給Wiley 幾個月前寫給她的 即是幾個月前 林若寧和朱姿想通了 會不會是對方因為你聽到對方有個女朋友的關係 我有聽到對方的女朋友的時候 我也有想 我的心立刻好像放下了一些東西 而沒有以前那種心酸 對嗎? 總是放下了一些東西 我覺得替她開心 因為我聽到對方是說她開心的 因為我聽到我的朋友說對方是開心的 應該這樣說 那而我寫了在這段文案裡面 我就說對方已經有一個新的女朋友 我希望真的可以祝福到她 而Riley也寫了一句 就是最後愛哪一個別人 願你們是一家 我也希望她可以跟這一個女生走得老 林若寧覺得自己的情感恢復過來 可不可以期盼有另一段感情的出現 這個timing 其實現在都恢復到了 都ok的 叫做ready 但人永遠都是學習的階段 就算多老 就算遇到一個你最終身的伴侶 都是每天學習的 一圈圈星光背後有我林若彤 上廳足本訪問 立刻上881903.com 節目重溫